都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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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別注意 Input 基本上是把我們的資料 一定是一個Dictionary的格式 或者Jackson的格式 把它放上去 並且把它儲存完畢 那另外的話 如果把它讀下來的話 請各位在建立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一樣用Filebase 一樣給它一個UIL 那一樣用什麼呢 所以前面這一行UIL 跟這個什麼呢 FB 產生一個FB的物件 用什麼方式呢 用Filebase這個類別 裡面的Filebase的Application的方法 給它一個UIL 這兩行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call過來 上面這也一樣 再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前面是用什麼呢 用put的方式 Pause的方式 點Pause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讀回來的話 請你用點Get 點Get的意思是我把它抓回來 那抓回來告訴它什麼呢 我是在這個UIL網址 底下會有一個students 不過前提是一定要有啦 你不能給它一個沒有的 沒有的話當然一定抓不到 然後它會幫你把整個 students全部抓回來 意思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丟這個東西上去 它會幫我把這個東西呢 等於是 全部抓到 前面 但是特別注意喔 有什麼差別 我們丟的時候是丟一個 這個 LUMBER 跟NAM 但是呢 你丟到那個Filebase 它會前面幫你多加一個ID 這個ID是它自己會產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如果把這個資料展開來的話 那前面會有一個 有沒有 亂數 剛好看到了 不過因為 我這邊 這個網路 有點 不是那麼流暢 所以如果說我要把它讀出來的話 讀到這個 這個Dictionary的一個 變數裡面之後 一樣我把它全部 都把它讀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讀的方法 它就是一個 key value的架構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地方的話 students 後面加一個items 這個地方 items 然後把這個key value 分別分開來 之後呢 再把它格式化之後 再把它 直接就倒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key value裡面 key是他的ID value就是裡面的 LUMBER 跟他的NAM OK所以這個架構可能要注意一下 key的話是他幫我產生的ID 那value呢 裡面有兩個 所以特別重要 你必須要用 Value第一個 Value第二個敘述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後面有三個 你就是Value會有三個 用那個名稱 去把資料抓過來 並且幫我輸出到 後面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之後 就會底下 會幫你秀出來 這邊把它直接執行 就會幫我把資料 給 抓過來 不過 因為網路連線 你會發現 網路連線不穩定 所以 他有時候會跑出這個錯誤訊息 應該是他連線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你怎麼樣 還要再讓他跑一下 OK 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 我剛剛丟上去的 那個資料 分別把它抓下來 奇怪 那如果說有的時候你抓太快 他會發生錯誤 我在雲端上面的 程式碼會多了一行 這一行是什麼 Time Import的Time 點Sleep 1 應該看得懂吧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Sleep是什麼 休息 意思是什麼 如果有的時候你抓太快 他會發生錯誤 那你可以怎麼樣 讓他停一秒鐘 所以很簡單 Import your time 在Time 點Sleep 後面加一個 刮鬍1 意思是 停一下一秒鐘 以避免就是說你抓失敗 再試一下 基本上 奇怪什麼 卡卡的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將來如果說 除了讀取會有需要之外 可能 Import也有可能會有 再把Import 會不會有裡面的資料 還是 是齁 對他這個好像 網路 連線的問題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抓下來 不過我可能我現在 Check一下 還是說 你說到這個嗎 這個沒有關係啦 這個只是我們顯示出來而已啊 這個是格式 後面是真實的資料 所以前面這個沒有關係啦 前面這個 你叫ABCD都可以啦 網路 我這邊是有 因為我是遠端連線 這個再Check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 應該 這一段程式嘛 在我的雲端上也有 你們先試一下 也許我這邊 剛剛那個問題的話 我是建議 就是說 可以 把那個 你們的 原來連線 因為我剛剛可能 有一直在轉 所以在轉他會 把 連線給Lock住 因為他好像只允許一個 一個連線 是 主要連線喔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關掉 重新再 再開 好像就OK了 所以這個等一下可能 注意一下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是他的ID 裡面就是有個Value Key是這個 特別是我剛剛看到那個Key Key是這個 那Value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裡面的 第一個Value在這裡 第二個Value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架構 去思考 然後呢 把它抓下來的話 可不可以看到 就長得像這樣 ID ID是這個啦 等於後面這個 那真正的資料就是第1個 瓜糊 所以第1個瓜糊 把後面的Formator的Key 幫你丟到這個 大瓜糊裡面 這樣子 然後呢 第二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 N N T N O 這個斜線T指的是 一個Tab 斜線T 這邊有一個Tab 有沒有 這個 然後 NO在這裡 這個是 一個 一個Tab 然後一個Name 再把第3個抓過來 所以其實 這個資料就丟到哪裡 丟到這個瓜糊裡面 這個資料呢 就丟到這個瓜糊裡面 中間Sleep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直接 執行 它就 中間間隔一秒 中間間隔一秒 它就資料幫我把它 直接顯示出來了 不過 今天的連線感覺好像沒那麼流暢 它又卡住了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其他細節部分的話請各位 試著 把這邊 說說看 或者我這邊 再把它關掉一下 關掉一下 看看OK 還是有問題 OK 沒關係 你們試一下 我們這邊的連線 會不會比較OK一些些 現在就變好了 所以它有時候連線的關係 會稍微卡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資料下載下來 應該沒問題 其他的話 如果說 假的你不要ID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ID的部分 Key的部分把它不顯示出來 Key的部分刪除的話 顯示出來就不會有那個 前面那些亂碼出現 如果你不需要 顯示那個 ID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把那個 ID刪掉 就是留下那個Value 關鍵就在Value Value的NO 跟Value的Name 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可以把資料 給 顯示出來 這個是有關那個 如何讀取資料的 程式寫法 所以 剛剛是 把資料放上去 現在是把資料再讀回來 那會多一個 就是Sleep的部分 你 Import一個Time 這個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希望程式 停一下 尤其是你在 像什麼時候呢 抓網路資料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一下 抓太快 抓太快 有時候那個 Server端會認為你是 非法的 或者是說你是 惡意的一個程式 它有的時候會把你的連線 給斷掉 所以如果有這種情況 發生的話 你可以讓它 Sleep一下 停一下 要停幾秒鐘 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這部分請各位 試一下 如何把資料放上去 如何把資料再讀回來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 資料放上去 我把資料放上去 劇動 你 出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